一开始呢,那个档案呢,下载以后呢,你要先把它解开来哦 解压档案 解出来这个exercise file呢,请你把这个资料夹,应该是从exercise file这个地方 开始把它整个剪下到文件 码雅,专案,进行设定专案这件事情 那你应该呢,第一件事情是先 set project,设专案,设在exercise file set,怎么确定你是不是ok的 当你执行open scene的时候,你应该马上就看到 可以开的档案,这才是对的,ok吗 好,那我们第一个要开的应该是0104 interact 有error 有什么毛病吗 真的很烦 ok,然后再来我们就是那个阿诺要打开来 阿诺打开来 打开来一刻呢,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讲义 既然有讲义,就照讲义讲 有素材,ok 好,这边呢,第一个讲到的是说 这个档案里面呢,有两个灯光来源 一个是从天空照进来的光源 我们用area light来模拟 所以它是放在窗子外面照进室内的 第二个呢,是有一个室内的一个 spot light,这个其实是spot light 一个spot light 那这边呢,是算是直接照明 ok 所以这边,你可以先过来看一下我们的档案 我们可能需要一个 就是切割一下视窗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室内的照明 还有一个是户外的照明 模拟这个星空照进来的 月亮照进来的那个亮度 ok 那回到这里来,我们现在看 就中间点一下这个画面 不右键 不要用左键 因为左键有时候会影响到你选的东西 所以在切换视窗的时候 一般来讲右键是最安全的 ok吗 切换视窗的时候 好,那刚刚这个视窗的这样子的调整 是空白键 如果你忘记的话 ok 好 好 Arnold Render View先打开来 那这边可以看到 可以切换摄影机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试试看吧 有一个perspective 一个是camera 那到后来的那个玛雅的版本呢 如果你是2018、2017 它摄影机还有一个锁定角度的功能 一按它就会锁死画面了 还不错 阿诺的Render View 从阿诺Render View 好了 这什么东西啊 而且还又down了 又down了 哈 那没有,我知道 我知道 那个没有按那个算图 还是觉得很讨厌 ok 它就开始在跑嘛 那我们这边呢 应该是可以切换视角 可是你可以看到 这边只有一个camera shape 所以 呃 先停止好了 我们看一下 因为它在跑的话 我们其实有的时候难选 camera shape 所以是真的只有一个摄影机吗 呃 window 好,liner 我目前真的只有一个camera one 所以可能我需要再做一台摄影机出来 这边呢可能 create a camera from view 从目前这个视角 产生另外一台摄影机 那这个摄影机应该是camera two 就是camera two呢我可能稍微做一个移动旋转的动作 但是因为这边被锁死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怎么样 解锁 unlock unlock 解锁以后呢 调一下角度 所以这边应该有一个camera two才能用 但是这个视窗似乎没有更新了 我们再去找一下 有camera shape two 可以吗 所以你可以切换视角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顺便讲一件事情 讲应应该有些 就是这里会有一个功能叫做3D manipulation OK吗 这个可以干嘛呢 就是本来我在这个地方左键 中 Alt加左键中键右键都没有效果 但是如果说我现在呢 启动3D manipulation 打勾了对不对 Alt加左键就变得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旋转 OK吗 可以 这个是window里面的3D manipulation OK 好我们刚刚讲到视角 讲到调整角度 好 那你也可以发现呢 就是如果说我在原来的透视视角里面做调整 它这边也会真的联动 你看这边 有没有 所以我调这边这边也会动 我调到这里也可以动 OK吗 它可以就是synchronize同步的一个状态 好那这个是它要不要算图的一个设定 这我觉得这个你自己要注意一下 因为有时候它会跑不太动 那你自己要暂时关闭 OK 这个是 你在潮影节里面做的任何设定 它随时都会更新 是这个按钮 那可能是包含材质一些细节的设定 所以 就是场景里面有任何的一个细节的调整 它通通都会自动update 如果关掉的话 我们来看看 关掉 所以我现在可能调它的lighting lighting的话呢 场景里面有另外一个灯光 我现在选到这个灯光 Ctrl A叫做attribute 有没有就没更新了 有看到吗 所以现在又要打开来 它就又更新了 OK 所以intensity 我要跟你讲这个真的不准 所以你永远不要对这个画面太相信 你调一调最好你就直接去算一个真的 我现在不想按 因为刚刚按了好像当机嘛 对不对 也是这个主意蛮好的 叫做 就叫我的名字好了 大马 对啊 可能名字取错了 我觉得 OK好 在display setting 这边打开来会看到有一个setting 这个是显示的校正 所以display setting可以打开来 这边有gamma值 你可以直接调整gamma值 那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 其实它可以知道说 如果你现在把这个画面输出的话 你丢到那个后置软体 你其实根本就可以直接调出什么样的效果 所以你是不是还需要再做调整 你可以自己再衡量 对不对 因为你如果说你已经知道 你目前的这个东西 你可以直接调整什么样的效果 那你真的有必要还要再调一些灯光材质的东西吗 这个自己要注意一下 那这个view transform 这我们之前讲过 还记得吗 一般来讲我们的工作 是不是所谓的linear工作的模式 那中间阶调会被调亮 有印象吗 就是我们 到底有没有听过啊 有印象 就是我们的眼睛 都会把画面 实际上的亮度 中间调都调亮 所以我们看到的东西其实都没那么亮 那因为这个电脑在演算的时候 要让那个东西看起来是符合我们的眼睛的 所以他会做一大堆 就是把中间调调亮 又调亮这种动作 演算的时候 它又恢复成这种斜的直线的这种阶调 好啦 反正就是记得 一般来讲 view transform 是把 它原来演算的真实结果 其实是这样子 但是呢 为了给你看 呃 就是看起来好像是正确的结果 所以又切尾sRGB 所以都是在调中间调 就是那个Photoshop里面不是有一个curve吗 曲线 本来是斜的直线对不对 它就是把它那个斜的直线的中间那一点 拉下来 然后又拉上去 演算的时候变成一个斜的直线 因为斜的直线才能算出正确的结果 这个其实叫做 你可以上网直接找啊 这个叫做 呃 SR LinearsRGB LinearsRGB 以前大概你可能都不需要知道这些 现在就变成这些事情都变得蛮重要的 就是这件事情 有没有 伽玛2.2啊 一步校正啊 有没有 实际上演算 真正的画面其实是这个样子 连猴子也会的MayaLinearWorkflow 看这个是不是可以直接让你看一下好了 好太好了太好了 有人解释 那我就不用讲了 耶 直接给你就好了 我一点都不太想讲 你要看一下哦 你要看一下 这我是跟你讲真的你要看一下 这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你不必搞得那么清楚的原因是 你只要记得 电脑在演算的时候应该要恢复正常的资料去算 但是呢 画面的显示跟萤幕的校正 画面显示还有就是 呃 这个萤幕校正 它都要做一些这种 就是可能把它拉下来拉回去 什么东西的动作 嗯 你自己看吧 这个落地巴索 我就不喜欢讲这个 我觉得讲这个其实必须要 有一些硬体摆在那边直接讲才有办法 好 好 我们现在呢继续看讲义哦 讲义是 这边 OK好 DisplayEnter OK DisplayStatic OK OK 这个是在讲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边点 画面里面的东西也会被点到 就这么无聊一件事情 有没有点到了 点到了 点到了 灯光点得到吗 哦 点不到 哈哈 摄影机点得到吗 点不到 OK 反正就只能点模型之类的吧 OK吗 OK 这是刚刚讲的3D Manipulation OK 那再来是O 这个蛮重要的 为什么O重要呢 这O还是ZERO 我们看看啊 O 所以应该是ZERO 也不是啊 拿到这个快速键挂了吗 这画面 蛤 哦 NumberLock了 没作用 我有NumberLock有开吗 没有 我开了 我试了都不行 所以这个不然就是按1比1了 哈哈哈哈 对啊 如果当快速键都隔屁了 就只能按按钮啦 这个我就没办法了 OK 那1比1其实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1比1才是看到最真实的结果 所以你要看画面的结果 建议你都调到1比1哦 这是我个人建议啦 除非你要看一些很细节的东西 不然其实我建议你大部分都是用1比1去看 好 再来呢是Render的这个UI Thread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原下吗 你看现在这个右下角 我优标在动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右下角的字在动 有没有 有没有 还有出现RGBA 就是那个RGB 3个Channel加AlphaChannel的数值 它最小值是0 最大值是1 再来是有Luminance 就明暗 有没有 L是明暗 EV是Exposure 就是曝光值 有没有 OK吗 好 那刚刚讲的那个Thread呢 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看一下Render ExceptUI Thread 这个是什么 这个呢是这种东西 就是我们工作管理员里面呢 会不会看到有一个效能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电脑呢是四个核心 一个核心有两个Thread 所以总共有8个Thread 所以现在就是说 它这个视窗在跑的时候 用到几个Thread OK吗 所以你 如果你觉得你的电脑超厉害 你就 三个吧 OK吗 浪是干嘛 我就有点不太懂 浪是不会动 可是还是会动 浪可能是电脑帮你解决吧 电脑帮你设定吧 OK 好 再来我们看 Step Image 你可以